好的 这里是罗王 铁线虫到底是什么 网上的话很多人看到视频都会觉得非常吓人 就是铁线虫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生物 我们看网上有非常多的视频 虽然我见过很多 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不舒服 这连着刀子 这么长一次 哇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好恶心 它会从螳螂肚子里这样一点一点的钻出来 这个物种到底有多吓人 它到底在我们生活中有多少 怎么预防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养螳螂的人 我们样的螳螂里会不会有铁线虫 今天的话给大家一一解答 首先第一点 铁线虫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铁线虫的幼虫生活在水里 它们是成虫 会把它们的卵放在水里头 然后随着这个吸水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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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的这个水里头的小昆虫 像这个水菜 或者这个东西它们会吸进去 或者是 这个其他的来饮水的小蝗虫 小蟋蟀 它们就会把铁线虫吸到自己的肚子里 喝水的时候吃进去 因为铁线虫乱非常小 根本看不见 所以它们吸进去 它们也浑然不支 但是这个幼体 它在它们的肚子里以后 逐渐成长 成长了以后 它们还不算完 它们会寄生在这个小蛆蟀 小动物的这个体内以后 让大型的昆虫再把它们给吃掉 像螳螂 中丝 这一类昆虫 它们会把这小蛆蟀吃掉 从此以后 这些这个小一点的这个 铁线虫的幼体 它们就会进入大一点的昆虫体内 像这种大型昆虫 大的蝗蟀 大的蚂蟀 大的螳螂 大的中丝 这些 进入它们的体内以后 它们会在它们的体内寄生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这个物种 昆虫 成虫的时候 它会控制 操控这个物种 让它 在它的铁线虫的控制之下 靠近水源 然后一点一点爬到水里 然后跳入水中 跳入水中以后 它的这个成虫 结界状成虫 再从它的肚子里头抽出来 并且带大量的虫来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它会操控它 这是真的 它会让螳螂觉得非常口渴 希望跳到水里去 吓人吧 有一部恐怖片 叫做铁线虫入签 韩国的 这里也不能说推荐吧 这部片子我感觉拍的也就那样 还不错吧 但是它里头讲的就是铁线虫 如果铁线虫这样的能力 寄生到人身上 就会非常的可怕 像是一场僵尸一样的灾难 但是铁线虫 它会寄生到人身上吧 答案是 会的 但是大家不要慌 尤其是男同志 因为这个寄生在男同志的身体 可能性很小 女同志 这个物种的话 寄生在人的几率非常小 并且也不会像寄生在螳螂这样的效果 它会影响到女性的尿道 嗯 然后会让他这个整个啊 这个排 这个泌尿系统发生一些故障 炎症 啊 所以说 这个还是要希望大家预防 怎么预防呢 尤其是女生 当然男生也要注意 在野外 不要去随便喝吸水里的水 因为这个吸水里有可能有铁线虫的 有吸水的地方 不要去喝它那个吸水里的水 OK 但是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并不用担心啊 铁线虫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而且它这个感染到人身上的几率 非常小 非常小 所以只是啊 与防万一啊 大家不要去怎么做 好的 那么这是铁线虫啊 对人类的危害 以及铁线虫的运作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饲养螳螂 怎么 怎么才能制止铁线虫 出现在我们养的螳螂体内 我养螳螂啊 虽然说啊 种类不是很多啊 数量也不是很多 但起码啊 累积下来也有一百多只了啊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养螳螂以后 肚子里冒出铁线虫的情况 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养的螳螂都是人工饲养 都是从卵孵化出来啊 就是小螳螂的 铁线虫是不可能寄生在虫卵里头的 因此啊 只要是刚出生的小螳螂 它不去饮水 它们肚子里是绝逼不可能会有小铁线虫的 那么第二点 在抓到了这个CB螳螂啊 我们养的CB螳螂以后啊 采集不是采集 就是入到 入到以后 我们不能给它喂野生的啊 野生的那些会饮水的小蚊虫 像蚂蚱蛆 如果是野外的 尤其是水边野外的 尽量不要喂 因为有可能它的肚子里就会有铁线虫 这一点的话是这个 希望大家注意啊 如果是养螳螂啊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野外的蚂虫 尤其是靠水边的 不要去喂 不要去喂 第二个 这个我们在给螳螂喂水的时候 这个水的来源 我们也尽量用这个比较纯净一点的水 啊 不要去 如果是吸水边的那种啊 不要去直接拿那个吸水来喂 这个大家应该能注意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除此之外呢 铁线虫基本上就不会有别的方式进入螳螂体内的 就是饮水和食物两种 我们只要控制饮水和食物来源 铁线虫就不在我们的话 不在我们的话题内啊 不存在的 所以说这就是铁线虫啊 我们如何去预防它在螳螂的身体内 OK 那基本就是这样 啊 下一期视频的话 我会尽量介绍其他的啊 昆虫类的东西 另外呢 我也会尽量的啊 再做一些啊 我的饲养实况 现在实况做的少了 啊 实况做的少了 那好 那这里是罗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罗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B站账户 我每一周都会上传很多的昆虫和爬行动物的饲养实况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是对昆虫或者爬行动物有些害怕 或者不了解的同学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因为我每天每周都会进行一些昆虫知识的科普 让大家走出物区 知道这些我们看似身边有点可怕呀害怕的小动物 其实也是有温柔的一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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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